真的就这样决定了吗 真的可以去接受英杰哥了吗 也许子晶说得没错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童小夏 你应该好好珍惜英杰哥才对 别再胡思乱想了 要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小雪 墨洋 可真巧 怎么还没吃晚饭 刚下班所以买点吃的 你呢 买个电池 家里电视摇公器没电了 你可真卖力啊 哪个老板请了你 那可是捞着了 没办法 公司最近在做新项目 所以每天啊 都差不多这个点回家 那你这份工作可太辛苦了 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 大家都这样 老板亲自带头 行 回头见了 小雪 你等等 我还没你联系电话 我忘了 这是我明天 好 那我回头 我把我的电话发给你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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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签字就好了 最近听说你聚会挺多的 聚会 只是几个朋友吃饭而已 谈恋爱了吧 谈什么恋爱啊 都是老同学 好久没见了 真没有 没有 怎么了 你怕我没人要啊 静静 这是刚才有人送来给郑小姐的 我的 你先下去忙吧 有情况哦 我老同学送的 老同学 是男生吧 我就说嘛 这样的同学聚会 就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参加 怎么样 有进展了吧 小夏 来了啊 坐坐坐 要不要喝咖啡呀 睡吧 是这样的啊 我没有想到啊 参加这次乐活周的活动以后啊 我的电话响着呢 想着干什么 全部找你的 看到没有 两个电影剧本 这个电视剧 还有呢 有八个广告我正在谈呢 还有这些杂志 还有这些报纸 你看看 你看这些照片 我啊 我翻给你看 是头版的 你看这个照片 拍得不错吧 都头版的 剧本让钱你又送到我家 广告 我不想接 你说什么 小夏 你知不知道 这些广告的代言费 比以前高出百分之五十啊 甚至有一份 这一份 比以前多出一倍啊 这些钱为什么不挣呢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这三份 我把价钱再提高一半 我们就接这三份 这三份的品质不错 你应该知道我们这个行道 就是这样啊 机会来了 你就必须要抓住 该赚的钱 你就必须要挣啊 我承认了 这几年我是沾你的光 也赚了不少钱 但是 我在你身上 也是花了不少心力嘛 听我的话 就接这三只 这三只的品质不错 而且钱多 你看看 两年以内不准结婚 你都替我签了 我没同意你都签了 我结不结婚 跟他们有关系吗 小夏 你听我说呀 这些条款 都属于是正常的 在合同范围里头 都是正常的 你看 其他也都有啊 这广告箱呢 为了它的广告形象 那难免会这样子考验嘛 他们花了这么多的钱 请你代言 无非也是想 买你一点点的时间嘛 好啊 我来买你的时间 两年之内 不准交你朋友 不准跟异性 吃饭逛街看电影 你欠吗 你这 你这不是开我玩笑吗 你不是开我玩笑吗 你要我 不是 就算我愿意 别人不见得愿意嘛 这就是人跟人的区别 你知道吗小夏 可是我就不相信了 我结婚 就没有人喜欢我了 不是不是小夏 你是谁啊 你是星星 你是偶像 你是大家崇拜的对象 有时候你得想一想啊 大家喜欢你 有时候这是没办法的 你私人的生活跟感情 必须要藏起来 你看外面很多名人 他都把感情捕制 这是不得已的 我不管 我不管别人怎么做 我有我的原则 那这份合同可以签吧 时代集团 他们的网游行业 重点推广的彩虹岛 这是马总的妈妈呀 苏董事长 她希望你能够继续成为形象代言人 看一下 嗯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 没有马英杰 就没有我童小夏的今天 小夏 其实我并没有这么想 我是认为啊 我们所有公司的人 都必须要感谢马总 感谢马总 感谢马总对我们公司的投资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站在这里 更何况这些合同的条件 它很优渥啊 我想不出理由 为什么不签呢 小雪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上班啊 这好像不是些难办到的事吧 你忘了 是你自己告诉我 你这家上班的 怎么了 找我有事吗 为了感谢你上次送我回家 我想请你吃个饭 不用那么客气了吧 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了 别啊 我都在这里等你好几天了 你只有今天是整天下班的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呢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等会儿再要点吧 肯定不够的 不够吗 不够啊 先把这个下来吧 嘶嘶嘶 不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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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忍不够啊 异性 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去 你先去 找我 你先去 他有个人 去找我 我先去找你 你去找我 我先去找你 来 你去找我 应杰哥 小夏呢 在干吗 他在睡觉啊 睡觉 对 好 那我们吵他休息了 牵牛呢 牵牛 他跟朋友出去玩了 跟朋友出去玩了 英杰哥 我现在正准备回家 不如你送我回家吧 好啊 反正这么晚了 也不好打车 走吧 谢谢你哦 童小夏 你发什么神经啊 怎么可以那样就睡着呢 发什么神经啊 不行 我不能再留到你 童小姐 早 早餐快好了 煎蛋也好了 你吃完早饭 上楼收拾一下东西 去哪儿 你的薪水我放在床头了 什么意思啊 我的手好了 不需要你照顾了 而且不是你说你要辞职的吗 我现在允许了 好 你说那个是哦 那么久之前的事你还记得啊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得 而且会记得很清楚 有点儿 就说那个是谁 行啊 我知道你们当明星做演员的 记忆力特别好嘛 反正我们要走的话 也要等有人来见地 我才能走啊 从现在开始 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你现在就走 现在走 真的假的 你是炒我鱿鱼的意思吗 对 我炒你鱿鱼 你炒我鱿鱼 我炒你鱿鱼 你炒我鱿鱼 童小夏 你真的这么绝情 翻脸跟翻书一样 我要不是看殷杰克份上 谁能够每天忍受你的 天使不了就走啊 不然你现在就走 走 走就走嘛 还是不是了不起 不是因为走 马上走 我走 走 走 走就走 走 了不起 这些女后 终于逃离这里了 你还开心啊 可以做你想做的 你那盆花不是你老同学送给你的吗 你放我这个吗 我的房间炒白不易于花的生长 是要借你保地医用啦 要是跟你老同学知道了 他不会生气啊 怎么可能 他又不可能知道 你们俩都在啊 妈 来 给你们介绍一位新来的同事 技术研发总监汪洋 你好 马英杰 你好 马总 你好 马总 很高兴能成为你的同事 希望你们能好好地合作 好 你们先熟悉一下吧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行政总监 郑小璇 你好 又见面了 原来你们认识啊 我们是老同学啊 这是我们约工工作区 这两个都是我们会的事 前面是会计会的 在这边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找王主任 等一下我帮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的办公室 设备什么都是新的 下午开例会的时候 我会向大家真实介绍你 好 谢谢你 以后是同事了 肯定会有很多事情 会麻烦你的 可以了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去忙了 好 你先去忙 回头我再去找你 谢谢你 好 中文字幕——YK 哪位 小雪 我想跟你说一声 我突然到你们公司 对你来说 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我希望这不会影响到 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为什么不提早告诉我呢 主要是之前 对这个职务没有什么把握 要是提前告诉你的话 站在你的立场上 你会比较尴尬 所以就觉得了 没有告诉你 说实话 刚刚看到你真是吓了一跳 真不好意思 为了表示道歉 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不用了 晚上我已经约了人了 那可不行 第一天上班就把你给得罪了 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呀 你是恭维我呢还是讽刺我呢 真心话 好了 我还有工作呢 我去忙了 行 那你先忙 你别说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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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别说烦了 你别说烦了 我今宵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这也算我家吧 我不能回来啊 你家 小夏那儿才是你家 你们都同居了 生活得很美满嘛 吵架了 被赶出来了 你也有今天 他锁好了 所以我辞职不干呢 你不干了 你为什么不干了 张总不是说 小夏对你挺满意的吗 不要搞错了 我是游戏网络界的高级人才 做童小夏经纪人 事实过度 我的兴趣是网络游戏 我的专长是软件开发 游戏是我的生命 别过 好 没事吧你 不对 你辞职我要上班的 今天你要给我开门 天娇 开门 我 天娇 童小夏 你到底是怎么了 以前不一直都是一个人在住吗 你不是嫌她啰嗦吗 好了 现在耳根子清静了 谁让你回来的 谁让你回来的 什么 昨天晚上 你们 你们 你昨天晚上来过啊 何止我来过 英杰哥也来了好不好 要不是我先到的话 你姐哥一定会看到的啦 昨天特别困 一不小心就睡着了 你很困可以回房间里面睡啊 干嘛他牵着睡在地板上面 还手牵手的 哎呀 我们一直就是这样随意相处的呀 他没有把我当成女人 我也没有把他当成男人 我们是好朋友好兄弟 真的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承认 千牛这个人很善良 很值得信任 我心里面有什么开心的 不开心的我都可以告诉他 就好像以前 跟何俊哥在一起一样 所以呢 所以大家是好朋友 所以大家在一起很轻松很快乐呀 所以呢 所以我让他走了 你被他动心了是不是 所以你想快刀战乱吗 对吗 你不要乱说 我才没有乱说嘞 你要不是心虚的话 干嘛突然赶他走 他是一个游戏天才 但他是一个弱智经纪人 我留着他干嘛 耽误他也耽误我自己 再说我的手已经好了 也用不着他照顾 你现在呢 说的都是借口 你现在已经是 英杰哥的女朋友了 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千牛 他只是你的错觉 错觉 对 就是错觉 你说千牛不干了 是啊 千牛不干了嘛 不干了也好 小夏那脾气 换我我也受不了 还是佳妹姐你好 人好 个性好 脾气好 什么都好 跟着你干 舒服 什么时候嘴那么甜了 少废话 专心开车了 小夏姐 请坐 请坐 好 那服务员再一杯咖啡 今天怎么会有空找我出来 不用跟小夏工作吗 不用了 我已经自由了 我不用再帮他工作了 你辞职了 不是 他炒我鱿鱼 炒鱿鱼 怎么会呢 对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他就突然就叫我滚了啊 然后莫名其妙 他这个脾气这么古怪 我也问过张总 张总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说 这是小夏突然的决定了 那小军姐 你放心啊 我跟他呢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还是和平地分开的 没事 是这样的 小军姐 我是想我说 现在我也自由了 是不是时候是可以进 殷杰哥的公司了 好啊 当然可以 对不起 鲜牛 要不是因为我 你早就应该在公司了 小军姐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来上海那么照顾我 我都还没有谢谢你 也因为这样 音错阳差我还进到演艺圈 做了小夏的经纪人 我想这个体验 算是我这一辈子 很难得的回忆 你能这样想就好 这我搞不懂啊 小夏这个大明星 脾气还真的很奇怪啊 他只有对我这样吗 他对殷杰哥会这样吗 还是因为我好欺负 他就这样欺负我 还是殷杰哥也喜欢这一种 应该不会吧 不讲他了 反正我现在自由了 我就说什么都可以 所以麻烦小薰姐 我改天就帮你安排 好 谢谢 Joey 谁啊 谁把我绑起来啊 谁 救命啊 谁啊 谁来救救我 你是我的专属穆乃伊 什么 专属 专属什么 我听 我没听清楚 穆乃伊 穆乃伊 我把你全身上下都绑起来 这样你就跑不掉了吧 这个女人好狠毒啊 你得到我的人 得到我的心 随便来吧 我不是叫屈服的 好害怕 妈 你还要玩多久 如果你再敢跑 我就把你定在墙上 让你永远都跑不掉 救命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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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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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妞 倒杯橙汁给我 好 我不喝了还不行啊 我知道 我 你我去想 出了小油 你太大一点了 不是 我 我在想 我对我们那里 我们就知道 你真是一般 都不错 你过来 你用那个 这种年轻的 我就会把我抵食 你觉得我抵食 你觉得我也是 所以你觉得我 你 необход我 老英杰 对你而言我是什么人 搭档 朋友 知己 难道你没看出来我喜欢你吗 你先没发现 你酒店这么好 你怎么在这里 我就是经理 你想我的时候 我就会出现 说得还真神奇 来 陪我喝一杯吧 这酒不错 跟我说说 你喜欢的那个人吧 喜欢的 你喜欢的人 还未必喜欢你 既然那个人不喜欢你 既然那个人不喜欢你 你就喜欢我 这生活 本来就有很多不如也 所以就尽量不要 自己难为自己难为 我们俩不合适 我觉得很合适 我 你 我知道 你心里有别人吗 但是小雪 我会等 我真的不建议你 你难道不相信吗 你们男人 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靠不住 小雪 你这个 打击力也太大了吧 那对不起 对不起 那我进来呗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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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